你怎么来了 看你会不会偷偷溜走 我为什么要偷偷溜走啊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离太远怎么看河头啊 那你慢慢看 河头还没堆完呢 你有病吧 你怕我呢 高先生 你再这样我告诉你骚扰 这么看 长得还挺好看的 可惜就像这个河头一样 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可爱 你男朋友不会受不了吗 你到底想要干吗 我想更了解你了 你脑子不是真的有问题吧 我脑子 肯定要比你清醒 高先生 请你离我远一点 还有 我们之间是业务关系 你无权干涉我的私生 麻烦玩意 love 我想你 我们采天 这个合同呢 虽然冷冰冰的 但是我喜欢 好了 没什么问题了 我先走了 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我真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以你的条件 随随便便应聘个副总裁的职位 完全没有问题 你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案 跟你有关系吗 这跟我的计划完全不一样 我的人生 那干嘛要你来计划呀 不对 有问题 为什么是摩天 你到底想要干嘛 林小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兴趣 你有病啊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呢 我是作为你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马上把你男朋友甩了好不好 你这个表情 是在想我跟吴东娜的事情 还是在想我做助理分析的事 没有 我对别人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你不是说你搞不懂我吗 那怎么样 林小姐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爱上他 我觉得你有了解我的欲望吗 自作多情 其实我对你也很好奇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男朋友 你在帮你手下身后 邓丽是为了我才犯傻的 我是他主管 我当然得罩着他 很讲义气啊 但是这件事你都不能跟你男朋友坦白 你们这个恋爱谈的还真是别致 高先生 我再重申一遍 我跟你只是工作关系 而且我已经帮你找到万总 你不可以再乱来了 乱来 我向你提出了合理的恋爱建议 而且又偷坏送抱地成为了你的客户 我这脚乱了 你疯了吗 我在开车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卡住了一只鞋 你还要留下另外一只鞋 那双鞋是新的 我留下一双也许剪刀胎的人可以穿 好吗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